实施限制饮食 限制睡眠和分段睡眠的方式 对夏某逼去口供 致使身体机能受损害被诊断为脑病 2020年9月1日 丑某和周某因涉嫌刑讯逼供罪被刑拘 2023年1月6日 法院判决周某犯故意伤害罪 丑某被判尤其读刑三年六个月 周某被判两年五个月 缓刑三年 两人不服一审已替上诉 请求改判其无罪 一审认定嫌犯 指定居住期间因饮食休息受限制病 510专案涉案 嫌疑人审讯和监视居住期间的同步录音录像 夏军涛审讯和监视区居住查看记录等证据证实 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8月17日 夏某指定居住期间其饮食 睡眠受到严格限制 并发后未及时就医